大家好,我时常跟朋友说一个观念 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 譬如说你去美国,要买什么呢? Coach,Michael Coase 如果行李箱,当然是买Senseonite 不是别的牌子不好 是到美国,当然是买美国的牌子 你总不能在美国买口罩吧? 因为美国不是口罩生产国 所以在美国买口罩,铁定很贵 因为台湾是口罩生产国 所以在台湾买便宜的口罩 那是绝对的嘛 他的经理靠我们下车 亲自来接待我们 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 所以如果来到花莲要买什么呢? 有两样东西可以买 一个是硬的,一个是软的 硬的就是石头 软的就是麻糬 我们今天不谈麻糬 我们今天单单就来讲石头 我们今天特别来到中华玉石 来做玉石的DIY 首先经理在介绍 DIY所需要的六种石头 第一个是鸡血石 鸡血石和白石鹰是共生的 它主要的产地是在花莲 重得清水断崖那一带 它因为含有微量的铁和铜 所以就产生了暗红色 这个颜色就有一点鸡血的感觉 所以就把它称为鸡血石 而它和大陆的鸡血石和寿山石 是不同的石种哦 第二种是花莲的玫瑰石 玫瑰的学名其实叫做 薔薇灰石 因为薔薇和玫瑰很像 所以我们简称玫瑰 主要产地是在太鲁格国家公园 一般它的外屏是黑色的 我们要切开磨开 才能见真章 国家公园目前是无法开采咯 所以必须等到台风地震 然后从花莲的三战溪 利物溪 木瓜溪滚下来 输讯工程的时候才能捡起来 峰田域这些八九十年前 日本人在我们花莲县寿峰乡 白豹溪上游开矿 找了很多台湾人在白豹溪下游 有一个殖民村叫峰田村的村庄工作 所以就习惯叫它轰 日本人卖到国外卖到欧美 都习惯讲台湾 所以外国的游客就习惯叫它台湾玉 一些日本的书籍就会写台湾玉 然后第四种 这个蓝绿色的呢 这个是印尼的蓝钥匙 它是经由贸易商从印尼进口进来 它跟黑钥匙一样产地都是在印尼 它只是含酬量比黑钥匙高 所以就变蓝绿色了 这个第五种 这个咖啡色 这个是南非的浮化石 因为它浮度非常的丰富 所以它就有一个变像水墨化山水墨化的感觉 最后一种呢 是我们花莲的墨玉 花莲的墨玉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含有6.73%的金属矿氨量 所以我们的小池底会有反应 好 池底会有反应 但是呢 它本身是没有磁性的 那个矿区呢 在我们花莲县万龙湘西林地区靠近中央山脉 它也是我们台湾目前唯一还可以开采的绿化 因为它金属矿含量很高所以还可以切到这么薄 切薄之后它的透光度就像这样 绿子可以挑选 我们的流程就是你们加好材料之后跟我们说 我们工作人 我们的老师就会开始教你们这样去磨 磨完之后会帮你们修饰 修饰完再给你们讲解拿中讲解包装 之后我们再来挑绿子 因为每一颗玉丝呢 它的纹路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呢 如果有一些人他挑不到本人 他自己喜欢的 他也可以参考 对 已经磨好了 或是磨一磨之后啊 懒得等事物帮你完成 你也可以跟我们小解说 然后拿着塔边 拿着还有一个猪背 去跟他换整个层面也没关系 别换整个 好 不是 重点是体验一下好不好 体验 一定要做体验 好不好 现在大家听完经理的详细解说之后 我们就要准备去挑石头了 六种石头 挑一种 它的展场非常小 一般都是接散客为主 因为现在陆客没有了 日本 韩国的客人也没有了 东南亚更不必说 所以他必须要慢慢的转型 转成让自己民众来DIY 欲不择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义 欲如果不择呢 就不能制成器物 人如果不学习呢 也就不会懂得道理 所以我觉得人在一生当中 是不断的在学习 活到老 学到老 即使别人在跟你聊天 聊了那么多 只有一句你听得懂的 可以学习的 那就是你得到了 所以这些机器基本上不会磨坏你的皮肤 但是千万不要用指甲去碰哦 接下来是细磨 因为无论如何呢 毕竟我们都是外行人 那些师傅都是从小做到大 都是变成专家达人 如果我们现在马上把它磨得那么漂亮 你叫人家混什么 所以接下来就是细磨 就是用更精细的磨砂机器 让刚刚出磨好的那种造型的浴室 它的细节能够更加的细致光滑 接下来是砖孔 利用共振原理 以及金刚砂摩擦让浴室打洞 不用电钻打洞哦 因为电钻在砖洞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高温 浴室有可能就破碎了 最后抛光磨砂 用六种好处不一样的砂纸磨砂 把浴室本身抛光 让粗糙的面变成较为光滑细致的面 那至于说砖洞以及抛光的部分 绝对不是我们来做的 就是由他们的师傅来做 其实这个DIY活动 就是把浴室的研磨过程把它简化了 让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 那最后就是要选择吊饰啊 或是项链 有很多款式可以挑选啊 那最主要就是以中国节为主 如果你失败了呢 没关系 刚刚有讲过 你就拿磨着很奇怪的玉石 去跟它换一个成品吧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解说就到这了 下次各位有机会到花莲去 不要忘了 自己亲自去DIY一下 拜拜